欢迎收听MoneyDJ财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最近大盘上下震荡 没有出现很大的方向以及表态 不过呢也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次族群表现相对大盘是比较强势的哦 有轮番的上涨 那市场呢还是在追逐有题材的公司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介绍一个长线题材的产业 那就是长期持续向上的充电桩 那这个产业题材相关呢 我们想很多听众应该都有猜到 就是电源族群 不过呢电源族群当中呢 其实也有很多跟充电桩是无关的 仍然是以PC啊NB消费性电源为主 不过呢我们也观察到呢 有一些电源厂 现在呢已经开始悄悄的 有原本的PC消费性电子应用为主 这几年呢开始转进了充电桩的领域 不过呢魔鬼藏在细节里 同样是做充电桩 也有不同的进入门槛 我们的节目呢 这次呢一样会分上下两集 那这一集呢要让大家完全理解 就是充电桩如果要做得好的话 有哪些门槛呢 技术层次也是差很多的哦 那我们就先欢迎到最近这几周 我们其实彼此互相伤害的辛杰 嗨我是辛杰 真的是互相伤害 我们大概已经包办这一整个月的Podcast 对因为现在上下集嘛 所以等于是有四集的Podcast 对如果大家就是不想听到我们的声音 可以赶快留言 大家会不会听腻的 就是说已经连续四集都是我们 赶快留言说要换人了 真的好累 对然后不要点到我们的产业哦拜托 不可以再点名我们的产业了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聊聊 就是充电桩呢 这个市场的规模呢 其实它到底有多大 好就是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哦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然后其实很多的那机构法人 通通都在一直在估算 然后大家估算出来的数字也都不太一样 那飞鸿有给一个大方向 他是说目前来看 应该一台电动车 至少要有三个充电桩搭配 这样子他才能够运转的比较顺利 但是也有 对对 但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哈一比三好像不太 就太少了 就是有可能吗 就家里一座公司一座 或者是怎么样 就也有人觉得太少了 那台达电是特别强调说 其实这个充电桩部件啊 跟电动车 有一点那种机身蛋蛋生机的那种味道 就是如果你部件不够多 那电动车的普及率 其实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未来需要的数量 虽然大家估算不出来 但是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你可以看到仿街的数字都是 很很夸张的 很夸张的 欣姐这边有讲到一个重点 真的是机身蛋蛋生机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确很多人 不敢买电动车 就是觉得有那个里程焦虑嘛 然后就是觉得 如果充电桩不够多的话 那我真的 就是会却步 对我可能开到新竹 我就想返程之类的 对没错 那现在呢 好像有很多的厂商呢 开始积极卡位欧美市场 那欧美这个市场 它有什么政策上的利多吗 是 他们是会有一些补助的政策利多 那但主要的话 当然是欧美的各国政府 都已经打出比较明确的 就是他们希望在几年的时候 安装到多好的数量 所以大家会觉得 在这边除了有补助之外 这个量的明确度是很强的 他们有一些环保的压力嘛 对 那美国的拜登政府就提出 现在大家都很常听到 这个基础建设法案当中 有75亿的美元 要拿来新建 美国的电动车充电的基础设备 那大家会把它当成一个 可以预估的市场规模 那这个法案的目标是 在2030年完成50万套的 公用电动车供电设备 就公用的啦 路易斯人的不算 那达到这个目标 未来八年内 就是七八年内 你每一季大概都要装 一万以上的套数 那其实台达电 在这次法说会中 就有特别谈到这个法案 那董事长海英俊他就说 其实50万套 你仔细想一想 真的不算很多 需求量是会更多的 都是保守估计而已 对 这只是他提供的 补助的法案 那欧盟给出来的数字 是更惊人的 那欧盟委员会的目标在2025年 其实也没剩多久 还要达到100万套的充电站 那充电桩 充电桩 对 那以目前的数量来看 还差70几% 对 就应该是完成20几% 这样的目标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他们设定了这么大目标 所以可以想见 未来这几年是高双位数的成长 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产业 这个饼已经画出来了 对 那其实充电桩的市场 这样看起来 未来的商机是还蛮大的 不过这个其实也意味着就是 很多厂商也会想要 跳进来分一杯 当然 对 那这个充电桩市场呢 我们 欣杰会帮我们讲一下 目前的竞争生态 大概是长怎么样 对 其实充电桩的产业 不是这两年才突然出现 才开始被市场注意到的嘛 我记得非常多年前 大家就已经 有一段时间就炒过了一波 充电桩的题材 尤其是那时候特斯拉 刚刚崛起的时候 那那时候康书 就是股号是6282 就被市场追捧过一阵 因为他是替 特斯拉在中国制造 随车充的充电桩产品 随车充是什么 就是我买一台电动车 电动车就会附一台 充电桩 那你就可以回家 挂在你家墙上 插你家的电源 那他就会直接可以跟 就充特斯拉的车子这样 那要补充是说 康书他现在是已经没有再出 这个特斯拉充电桩的产品 那大家看新闻 应该也很有印象 就当时还是用AC 就是交流的这个充电桩为主 那技术门槛不算是非常的高 所以很快就陷入一个 消假竞争的这种市场氛围当中 我们后面其实都还会在提到 那其实现在呢 康书是怎么布局这个市场 对后面再提 那我们先讲就是充电桩的技术 现在呢 大家其实都已经在谈的都是DC 就是直流电 那大家会想说 那个技术整个大升级 我们已经不谈交流谈DC直流了 应该可以摆脱一些什么大陆 或低价竞争 红海竞争 对其实不是哦 就是台大电内部人士就分享过 以中国大陆来说 他们在电力啊 电池啊 相关的技术 应该想想 他掌握很高的电池的这个原料 厂都在那边 对然后主要大厂在那边 所以他们其实电源电力电池 相关的技术是 等于说是国际领先的 所以效价竞争 也是他们惯例的商业模式 那以中国目前是 跃升全球第一大的 电动乘用车市场来说 他的充电桩相关的 电源供应器模组 对他来说已经是 就是相对成熟的产品 那需求非常的大 所以不管说ACDC都有 但是他现在还是以 很多小厂林立为主啦 那产品单价也比较低 就是消假竞争嘛 所以现在台湾的厂商 其实他不会再去中国市场 去做竞争了 他会瞄准欧美市场 你进去你也沾不到什么好处 那这些地区 就有一些政府补助之外 欧美呢 其实目前都还会有一些 排中化的保护 哦 了解 就是让 就是那个地缘增资的影响 对地缘增资的保护 所以其实反而有利于 台湾的厂商去切入 不过台湾店这次法术会上 也有特别提到 其实大家都看到 充电桩这个大饼了 不管你是原先有做 电源相关的 还是你根本没有做 电源相关的 非常多人都跳进来 基本上这个产业 现在就是进入战国时代了 欣杰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现在这个产业 进入战国时代嘛 然后大家都跳进来 不管是路厂 欧美 然后还有台厂也进来 这时候会有很多很多 在做充电桩相关的厂商 都会冒出来 那这时候就会有选择困难症 那欣杰就可以帮我们梳理一下 如果说这个市场呢 未来它的竞争是 其实越来越剧烈的嘛 虽然市场越来越大 但是也越来越剧烈 那你觉得 有哪些做充电桩的know how 是它是一个进入门槛 然后有哪些技术程式 可以保护这些厂商 让他们竞争优势得以延续 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大概问了 就是台湾厂商有在谈 有在谈充电桩的这些厂商 就是大概有都问了一轮 那你可以感受的很明显 就现在没有厂商会再去说什么 我的AC交流电充电桩 来来来来 流掉了 对大家出来打仗了 现在大家法说会上跟媒体会谈 通通要讲的都一定要讲 我现在DC直流充电桩 在讲AC就没人要听了 没人要听了 对 那这边星杰有帮我们稍微讲一下 因为可能有些听众不太了解 就是ACDC它的差异大概是什么 对 就是电动车里面的电池 其实是DC直流电的 那过去用AC的交流电充电桩 进入车内 其实还需要再做一次转换 变成DC的直流电 那所以本身功率你是不能太大 而且经过转换之后 它其实没办法充很快 所以大家会说AC是慢充 那慢充它有它的优点 比如说它比较稳定 然后它也比较便宜 那现在厂商要主攻DC直流电 主要是因为你看DC 那我进入电池就是DC直流 就不需要再转换 所以它就是快充 那快充的话 它就是功率比较高 那会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需要去掌握 所以厂商对于DC这一块的 你的把握度要非常高 那不然你充一个电 整个车子哇就整个烧起来 那就不得了了 那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就是这些厂商 就是台面上常听到厂商 他们在打的时候 对打的时候什么 飞鸿啊 他们就说他们是 480k瓦的充电桩技术 那单枪是可以到 就它一个480k瓦的充电桩 那它配两支枪 一支枪的充电效率 可以到240k瓦 加起来就480k瓦 所以他就说 他们的这一支 现在目前应该是 业界单枪功率 数一数二高的 但没有说最 因为一定还有人 对但是 相对已经是在领先 已经是数一数二 单枪功率 数一数二高的 那我们常会听到 现在可能一些 限速厂商啊 或者是其他连接器厂商 会说 现在品牌要求我们提供 或是客户要求我们提供 都要到220k瓦 或250k瓦以上的产品 这也是低标了 对那广宝哥 其实他也曾经说过 180k瓦的DC产品 目前应该是足够 供大多数的电动车使用 就是说 你在主打480 你在主打350 好像也没有那么需要啊 很200多 英雄无用武之地那种感觉 对 200多180 不是哦 其实也不是说 越高充电效率的 现在用不到 其实应该是说 你高充电效率的充电 你必须要跟 高性能的电池来做搭配 如果电池性能不够好 那你确实是 350-240 对你而言 没有什么差别 但如果你电池性能非常好 就例如说 特斯拉现在最新的某一款车 它电池效能就达非常高 那台达电 这350k瓦的充电状 充进去 大概20分钟 就是可以充饱电的状态 那现在的效率 就是是非常 算是非常非常高 就20分钟可以充饱 算是非常非常快了 这也跟有点像是那个笔电 那个USB接头一样 对 没错 就是你的规格往上 但是如果你是用低阶的 device去插它 它还是 充不进去 对 没有用 但是如果是可以匹配了一个 高阶的装置 那它就是可以相得益彰 没错 那也就是可以做出 比较高的 刚刚讲的那个K瓦数 就是比较有机会 可以服务到 比较高阶的车款 对 但当然你是 在彰显你的技术能量嘛 如果我可以做到这么高K瓦数的 车的充电桩 然后安全性 你也不用担心 效能你更是我已经掌握了 那就表示我 我以下低阶的 我通通都可以 我通通都可以做 那你在我这里下单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条龙的服务 那也有人会问说 啊 现在已经做到350K瓦 电池效能这么好 还要充20分钟 未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再做到更高K瓦 真的 对 进去5分钟 像我现在去加油站一样 进去5分钟我就可以离开 我觉得这真的是关键的 如果说充电桩 充电站 它可以做到像加油站这样 大概5分钟就结束了嘛 而且我觉得结账的时间反而比较久 那个充的 就是加油的时间都还好 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很快 对 很快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很不错啊 那我就跟我现在的生活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事实上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 仔细想一个问题哦 就是加油站跟充电站是差异非常非常大 加油站是一个很大的油槽 可能在地底下 然后你就上面设四五支加油的墙 然后你车子来就是从同一个油槽 拿走油嘛 对不对 那从未来的充电站 其实它也是要搭配一个很大很大的电网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只有一台车进来 好350k瓦 这个站就要提供你350k瓦的充电功率 然后好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站是十个装呢 每个装到350k瓦 同时十台车进来 3550k瓦的效率 在的要求下 你说这一区的电网会不会被击溃 是 所以它也是跟电网的那个整个容量有关 对 它会跟整个电网配置的容量有关 所以目前来说 你要达到五分钟 这个已经不是厂商技术问题 这可能会是一个城市建设的问题 所以说短期要到这么惊人的充电速度 等于说这整个城市的规划 都要重新考虑进去嘛 那是不是 这是不是也是说 我听到有些很多充电桩的厂商有提到说 他们也开始在讨论像除能啊 电源管理啊 甚至是微电网等等面向 都要考虑进去的原因 对 没错 就是刚提到的嘛 你不能让电网整个被击溃掉啊 那你也不可能说 我这栋大楼 我就是要十只充电桩 每次都要200k瓦以上台电 你就是要给我这么大的电容量 其他你周边的住户也会害怕嘛 对不对 所以充电站自己要有绿能啊 搭配除能啊 这样的需求也是因此而生 那另外的话就是 你要怎么配电 怎么做电源管理 比如说这个站里面 我这个A车呢 我是业务在开的 我常常需要出去 所以我可能需要快充 可是我B车可能是财务 我一天就在公司做八个钟头 那我可以慢慢充 那你就可以去做这个电的配置 那另外金流的结算也是啊 如果我今天是黑卡金卡会员 我就是想充快一点 那你就给我 我就多付一点钱 那你给我充快一点 那如果我就是 对 我就一般卡 我就想慢慢充 我想少付一点钱 那也是可以 那走得比较快的充电桩 也则其实 都已经在部件着整个 整套搭配的这种解决方案 那飞鸿来说 他在DC直流充电桩 跟除能系统的连结上 他就已经积极的在开发当中 那台达电在这次法说中 也特别强调 电动车其实已经是 今年公司产品结构中 相对低毛利的产品了 这还比较低 就是电动车产品 已经进入消价竞争 车厂年年砍价 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你可以想象充电桩 也是这样子的趋势 所以公司就认为 未来充电桩厂商的技术 最好是可以做到 能够架设整个站 甚至到微电网阶段 然后你才会有 相对的技术保护 就是例如说 今天我客户 我只要装 我也可以给你装 可是我今天客户 希望你除了装之外 你提供后面运维 跟金流的APP 配电的APP 我也可以提供这个软体 就是我都可以提供你 Total Solution 对Total Solution 那我可以接的案子 也比较多 比如说甚至政府的标案 我都可以接 对那这样 我接下来的机会 跟竞争比较 比较有优势 那台家自己是强调 他们当然是在串联 充电桩 电网 软体金流 这些的技术 都已经在ready的阶段 这样 所以说除了是技术上 刚刚信杰有提到 ACDC的差别之外呢 未来如果你可以建立 是充电站 不是只有装 是充电整个充电站 形成整个生态的体系 那这个生态体系呢 是串联了背后的金流 还有刚刚讲到的 各种服务啊 黑卡 VIP 对 然后这些也都是关键 那另外呢 充电 充电桩是要充车的 是不是通过车厂的验证 也是很重要呢 对 当然 基本上所有的电源产品 就一定要通过 各式各样 很琳琅满目 各种复杂的安规认证 那充电桩因为它关系到车子嘛 所以它也要有跟各家车厂 匹配的问题 那这边先插播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现在光是充电桩的头 就有非常多种规格 那只是 目前上流通性最广的规格 是美规嘛 就是美国多数车厂在用 那台厂也大部分会朝美规这边去开发 那还有一种叫GBTOL 就是大陆车的规格 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大陆车 它也会陆续开出美规的产品 就它也想要跟 就是主流靠容啦 那还有一种是特斯拉专属 然后业界会细称为特规 特斯拉的规格 那其实还有很多什么欧洲啊 日本啊 都有自己的规格 但其实大家也慢慢的都有 有一点转向美规的这种方向啦 就像手机充电线一样 真的 对你太复杂真的不行 就是大家要走向世界大同会比较好 对因为现在真的手机 有很多其他装置都有各种 还有其他装置都有各种接头 对 其实久了之后你没有好好整理 你就会忘记这个装置的接头在哪里 没错 对啊 那这些充电装厂商呢 他们要通过哪些认证呢 你说车厂方面 其实他的安规啊 开发流程这些认证之外 还要符合这些车厂的要求 那他们说现在的话 有些是比如说你直接对车厂做的 就是符合车厂开出来的规格 那你有可能是对经销 或者是你是对经营充电站的业者 那他们各自也都会开出 他们自己的规格来 那像美国的EVGO是这种 美国当地相当大型的连锁业者嘛 他会开个规格给你 确保你你的充电桩 至少可以跟来这边充电的所有车种匹配 就是你不可以只能够充BMW 不能充Benz 就是你的 他开出来的规格就是确保说 你的东西一定可以跟所有车厂 然后可以都相容 相容 然后可以冲进每台车里 那当然这些认证都是会需要时间的 不过台达电他们这边是认为说 相关的认证虽然是会卡住一些技术门槛 但如果你本身是做电源产品的业者 你可能觉得还好 因为你本来就是做电源产品 你很熟 就是这种安规各种认证是你家常便饭 可是如果你不是做电源产品出身的业者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哇这中间我要了解要通过的安规 真的太多 对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本来就是做电源 那你觉得这些安规是家常便饭 接下来考验的就是技术 这个产业还是非常非常的蓬勃发展当中 他还一直在长大当中 他不是一个高元期 所以他其实机会是非常非常多 那竞争也很多 但未来会跳出来 当然就是你的技术到哪里 你产品有多强 再来就是你的运营模式 有没有让别人觉得别出心裁 耳目一行 那当然就会对未来的发展潜力来说 会相当的有帮助 目前呢 其实充电桩的市场呢 主要还是在欧美地区为主啦 那中国也有 但是比较是for他们本土的厂商 对 那如果我们从美股的代表厂商来看呢 大概有哪些指标的厂商呢 那这会跟我们下集的讨论有些关系 好我们先介绍美国 就是大概有三间比较大的 第一间就来讲这个台达的客户 刚才有想到 对 他们法说基本谈到充电桩都提这个客户 就是最大的民营充电战业 这EVGO 它的美股代号就是EVGO.USL 那这间公司很年轻 2010年才成立 然后2021年呢 它才挂牌 那它在美国算是拥有最大的电动车公共快速充电网络 那它也是美国第一家就是100%可以提供再生能源供电的充电网络 那它在现在各州拥有充电点据说是超过800个 然后跟饭店啊加油站商场啊停车场这些运营商都有做合作 不过以它目前公布的财报来看 大概从2020年以来 单期其实还是亏损居多 可能还是在一个还没有规模经济 对 有可能是还没有规模经济 然后还在发展中的一个产业 那另外一个是Charging Point Holdings 它的美股代号是CHPT.US 那它是2007年就成立在美国加州 2019年挂牌 那它目前呢 应该是全球最大的充电站网络 因为它在全球有15个地区都运营电动车供电站 那它原本管理大概3万5千个充电 在2017年6月的时候是从G1公司 就奇异公司上又接管了1万多个EV的充电站 那但它们目前也是就是单季运营还是亏损居多 那最后一个是Blink Charging 然后它的美股代号是BLNK.US 那它总部是佛州好莱坞 它前身是一个Car Charging Group 那它在2017年8月才更名 它挂牌历史就蛮久的 那它大概就经营电动车充电设备啊 跟充电网络的一些服务 那它也还有提供一个云端的软体 让你可以去维护跟追踪你的一些充电站啊 金流啊相关的服务 那当然呢 这间公司也还是亏损的状态居多 OK 辛杰介绍这些美股的公司啦 目前都是还是处于亏损的阶段 那应该是因为还没有达到经济规模的关系 对 那之后呢 随着市场的持续向上 后续的财报的表现就值得关注了 市场对它们这三家的关注度也是真的是蛮高的 对而且又有台达店的客户 好啦那其实这集呢 辛杰帮我们深入分析充电庄产业的进入门槛 那虽然现在呢 有不少家公司要来抢这个充电庄的大饼啦 不过呢 当中的技术层次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哦 不可以就是 就是看到充电庄就充进去 真的要细细的拿放大镜解释 对除了ACDC之外 然后如果能够做到充电站 建构完整生态系统的业者呢 那就需要更拿出显微镜来显示 对 好啦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听众 恢复听众留言时间 好的哦 那首先呢 是老朋友Ron Jay 那你有提到 辛杰跟我搭档的那个验证分析 真是不堪回收 前两个礼拜也是我 好累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声音很雅 对大家声音都压了 我还被 等一下有个留言 等一下再来 等一下我一定要帮你照 那你有 Ron Jay你有提到那个 辛杰超可爱的 然后又 然后我这边的话 就是用健康检查来比喻 呃 产业 这样的说法呢 很清楚 那辛杰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那个Ron Jay都这样讲你了 到这个年纪被讲超可爱的时候 都觉得是不是有点讽刺 没有啦 谢谢Ron Jay 他说我在讲MAFA跟RA的时候 很可爱 应该是因为我点 觉得我脑袋已经糊成一个浆糊了 对啊 那谢谢Ron Jay 就是你有提供一些 蛮宝贵的意见 对没错 而且他每一次都会把我们 那一集讲的一些那个重点 很认真的summary起来 没错 那就请你继续支持我们了 没错 那再来是那个名字是五二六二的留言 五二六九 五二六九 对 五二六九 那他应该是翔硕的股民或者是粉丝了 对耶 他没有提到这集的DJ有事吗 主持人听起来钥匙不活的 我去查了一下那五月 五号 五月五号 那集应该是 应该是在讲我 对 哦 一周那一集真的是太累了 对啊 验证分析刚讲完 然后他又要接着跟我开会 讨论我们的充电座 要讲什么内容 对啊 可能就那周太累了 那其实疫情之后呢 其实很多厂商都开始 把疫情之前囤积的活动 都拿出来举办了 那心情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没错 真的是有够多 这礼拜非常可怕 下礼拜也很可怕 营收周 然后又财报忘记 然后又股东会 其实也开始了 股东会准备要 那个进入忘记 我的已经开始了 我的已经忘记了 所以 对啊 不过 这集那个 我们讲的充电桩这集啦 应该音量就比较 感受 让你感受比较有精神 有感觉吧 宇宙在试麦的时候 就说他要很大神 对对对 好啦 那也在 谢谢你还是 虽然这样说 还是给了我们五颗星 有保住我们的新技术 欢迎你多多来留言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反映 没关系 没错 那接下来是那个 Rechar 对 然后你有提到说 呃 超级喜欢你们的冷门股 哦 真的 对 希望有机会可以介绍 食品股产业 嗯嗯 谢谢你的留言 那食品股呢 其实是见骑在跑的 对 那最近呢 我们其实 的确是有发现 他很少上节目 所以 对 他似乎该露露身了 对 真的 所以我们会评估看看 然后跟 没错 见起聊聊看 这个产业啊 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讲 食品股最近好像有成本下降的 那个 对 好像 好消息 可以来聊一聊咯 那再来是那个 Small Weight 以及 小小编 那你们也都有提到 冷门股的介绍很棒 那谢谢你们 那我们去就是会持续发挥 我们在冷门股专业户的 这个角色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未来有更多未来性啊 然后但是他又冷门了 产业分析都会端上来给大家 给大家看 也可以看我们的那个 我们有个专题 焦点专题 都会很聚焦的整理 就是 当前的一些趋势 当前的趋势 跟未来 就是有听到厂商在 研发的一些新的方向 跟新的趋势 对 我们有时候一些题目的灵感 也会从专点 焦点专题 焦点专题 那边延伸出来 对 没错 那最后呢 是那个钢铁多力 那这个也是最近 你常常来留言的朋友 对 那有提到说 布局之前呢 都会听我们的节目 那你也有提到智威 对 谢谢你的支持哦 好啦 那其实这集的节目呢 希望就对大家有帮助啦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 下周还是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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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